马修武 马修武 你找谁啊 你不是说我啦 看着是有点眼熟 我是伟继红啊 我 我印象当中 你还是这么高呢 你什么记性啊你 前天我还在你家 吃过粽子呢 怎么 你也不请我进去做做 快请进 天天 来 坐坐坐 我 我倒杯水 上大学了吧 对啊 我早就听说你在冰江了 今天你妈给我打电话 我就过来了 我们 来客人了 正好 郭董 帮我打湖开水吧 打湖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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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啊 同屋 小心烫 谢谢啊 小姐 您的咖啡 您慢点 找我什么事 你别那么严肃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怪吓人的 没事不能找你聊聊天啊 哥们儿一个强奸犯 小声点 工作也没了 一个人流落在社会 无依无靠 作为共犯 你不得关心关心 我的生活状况啊 你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这不错呀 怎么样 咱们这儿唯一的涉外酒店 可以吧 是真的过得挺好的吗 当然了 别打肿脸充胖子 怎么说话呢 脸确实是打肿了 可也没胖呢 来 赶紧吃 多吃 我觉得你跟小时候 一点都没变 就比幼儿园的事大了几号 我觉得你以前挺会说的呀 他现在也能说 他那个现在这女朋友啊 就是他生说过来的 都有女朋友了 这 刚认识 正常的交往 家里边也还没太同意呢 对 是有点小问题 不过不大 八九不离十了 是吧 是不是 不点时间就该结婚了 小火力还是挺不错的 别来什么 这 这跟伯母跟我说的 不太一样啊 学武 那个 你看 咱俩从小青梅竹马 我也就不绕弯子了 我这次来呢 伯母是让我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呢就是 让我来看看你的生活 关心关心你 第二个呢 就是 想让我那 当年女朋友 你怎么样 听说咱们这是 上了门子 上学武他们家 走了一遭 见到万小景了 没有啊 万小景跟你说什么了 没见着吗 再说一遍 昨儿见他 马学武他们他不同意 我跟你说啊 现在我们天长在薄力家 什么洗衣做饭搞卫生全包了 别那么厉害你干吗呀你 都是关心你 喝点咖啡 喝点喝点喝点 来看全场职工呢 有 行了吧 有 这可不爱听啊 到底有事没事啊你 还真有点事 宝林啊 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这个呀 特没劲 可是看在哥们追过你一场的份上 这事别提 好 看在是实话的份上 麻烦您听一听 是 学武他爸他妈也要认识 这孩子进场之后 每年他爸他妈都来 老头老太太人不错 挺好 可是呢 对未来儿媳妇这个期望啊 比马学武本人都高 那根本不是一大学生的要求 那娶一博士才过瘾呢 就咱这情况 能达得到老太太那个基础要求吗 管你什么事 跟我没关系 我是为你好替你想 玻璃 进门子之前啊 这婆媳关系怎么处得想清楚了 没有婆媳不打架的 就你这脾气 他妈那性格 那进了门子 人脑子不打出狗脑子了 我竖你点什么 靖黄 你年纪也还不大 好多事情你还不太了解 并不是说青梅竹马 就可以白头到老的 再说了 抢牛啊 不甜是吧 那学武跟那现在女朋友 关系还是非常的好的 在这儿说了 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肯定会有很多人追的 郭董这人不错 人长得精深 还大方 没什么优点吧 但是实在 就比如今天这顿饭吧 我在宿舍跟他说 我说我要请你吃饭 他就跟我急了 他说他一定要请 为你这顿饭 我们俩差点闹掰了 你看 都四个菜了 还有一个饼 还不干 还要非再加一个锅仔 老板 加个锅仔 不不 没加就算了 是啊 你不太了解他 吃吧 吃吧 以后欢迎你尝来 对对 赶紧吃 赶紧吃 那个随便啊 你还想要什么再加 加菜 加菜 鸡虹也不喝酒 要瓶汽水吧 好 来 喝汽水 你说你这次去 他妈没欺负你 没有 对我挺好的 道理 你也别打中了脸充胖子 什么事上来就忍着 不是买门 你咋这么高兴啊 我这叫高兴啊 你两眼放光 我是看见你高兴 你是在看我的笑话 我吃多了我 我大老远请你喝咖啡 我看你笑话玩我 你这多少钱一杯嘛 好 我说那那那 那不是干着喝的 我说 我怕浪费 郑坚 你一个人在外面 挣钱不容易 省着点花 别总在这种地方 打肿脸充胖子 我走了 保利啊 我说这话绝对是为你好 你可能不爱听 但是话操理不操 你要是觉着我是为了自己 那你就错了 保利啊 说多了别往心里去啊 你回吧 对未来儿媳妇这个期望啊 比马学我本人都高 那根本不是一大学生的要求 那娶一婆子才过瘾呢 就咱这情况能达得到老太太 那个基础要求吗 好 来 吃饭了 保利 快来 妈做了你爱吃的鱼 这鱼做得真好看啊 保利 保利 出来吃饭啊 保利 吃饭了 别寒了 我不想吃 保利和学武的事 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要不我们到小马家去一趟 算了吧 你听说过女方到南方家提亲的 再说又不是咱们家保利嫁不出去 那你说怎么办啊 保利啊虽然嘴巴上硬 心里可没放下小马 不行 马学武他这是站着地方 耽误的是咱们自己的女儿 吃饭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小景 阿姨 您怎么来了 您买什么东西您说一声吧 下方我给您送过去 您还跑一趟干嘛 今天阿姨不买东西 我是想问您点事 行啊 那您进来说 怎么今天就你一个人呢 都受请假了 来 阿姨 那 影响你工作吧 也不行 来 阿姨快坐 快坐 喝水 别忙了 不客气 小景 阿姨给您打电个人呢 那您说 有个叫证监的 你认不认识啊 认识啊 她现在是不是使劲地追我们家保利呢 可我们家保利不愿意 对不对 小景 阿姨今天来就是随便问问 你要是知道什么呀 就告诉阿姨 我就是想知道 证监这个人怎么样 他家几口人呢 他有没有房子啊 他父母是做什么的呀 他这个人脾气性格怎么样 当然 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好不好 他这个人吧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 我就知道他跟马学伍是一个厂子 但后来辞职了 那他现在在干什么呀 现在 就是个体户啊 自己做买卖 阿姨 不过证监说 做买卖可挣钱了 他去一趟广州 抵他一年的工资呢 是吗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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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叔叔 忘记结婚吧 我告诉你 马学伍 我跟你没关系了 你跟我没关系 你跟谁有关系啊 证监吧 你是不是看上证监了 是 你妈看不上我 你干吗老扯别人啊 保利 保利 松开 听见没有 松开 你看啊 咱俩结婚是咱俩的事 咱俩结了婚以后呢 一年你能跟我妈 见了几回 对不对 保利 这些天啊 没看见你 我就想你 一想你啊 我就咬我自己 你看我咬着 你看 你咬着你啊一眼 你看你看 你有病啊 我是有病啊 相思病 你要是再不见我 我这胳膊就断了 你一天到晚就会下火 你到底想干吗呀 跟你结婚 阿姨 马学伍和保利分了 没有 不过最近 他们俩 有点不对劲 其实吧 要让我看吧 我觉得证监比马学伍合适 你看阿姨啊 证监它有房 有钱 然后家也是本地的 你看将来 保利他俩结婚了 有了孩子 他父母也能帮着带 人也挺大方的 他不像马学伍那么深沉 但我跟保利说 保利他听不进去啊 对呀 保利说证监这人不踏实啊 这有什么不踏实的呀 现在国家就鼓励 个体经营 就这些人挣了钱了 而且你看阿姨 连辞职这么大的事情 都敢做 这样的人有魄力 他肯定有出息呀 按说条件是不错 可是这工作 随随便便就辞掉 那可不就是不踏实吗 阿姨 阿姨 要我说吧 您就别跟着操心了 你看 保利他也不是孩子 这种个人的事情 让他自己决定吧 行吧 我告诉你 马修 你妈要是不同意 我就不可能嫁给你 不行 保利 你就不能走 是不是 不是 只要我妈同意了 你就嫁给我 是不是 好 我妈的工作我去做 但你也得答应我一条件 说 离那人远点 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小心眼的男人 你又不爱我了 你又不爱我了 好说话 是自私的 我走了 你 我送你 不要 那你乐意 给我乐意过 我就放你走 这真诚一点 开心 开心 再见 保利 放心吧啊 我妈一定会同意的 保利 把心放肚子里 保利 保利 谁的信 让你生这么大气 你自己看吧 你的好学生 伟绩红 他说得对 学武自己觉得好 比什么都重要 当然 学历也很重要 不过 现在大学里 人品差 自私自利的孩子 也很多 如果在学历低 人品好的人 和学历高 人品差的人中间选择 宁愿选那个学历低的 还真是 这孩子书没白念 你怎么知道 那李保利就人品好了 我看她不自量力地 想攀上许武 就不是个好东西 你这态度可不好 万一李保利 真的成了咱们家儿媳妇 你这么说她 那可是要出事的 她成不了咱儿媳妇 你干吗去 我不信我斗不过她 我倒要看看 除了漂亮脸蛋 她还有什么 我去 保利 阿姨 你找我 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有话跟你说了 我正上班呢 好吧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 宝丽 你年轻又漂亮 肯定有好多人追你 我呢 就学我这么一个儿子 我和他爸都老了 在小县城待了一辈子 也没什么指望 就希望儿子有出息 学武从小学习好 凡是全县通考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那时候人们都说 学武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 而且是个好大学 就算考不上北大清华 怎么着也是重点大学 可惜高考的时候他失眠 连续好几天没睡好 结果没考好 本来心气挺高的孩子 我觉得从那以后他变了 变得没什么追求了 什么事都将就着 学习将就 工作将就 找女朋友 工作更是将就 老师姐 你说他现在这个样子 能有什么出息 婚姻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 我是他妈 我就得替他想着 我得替他把好这个关 我想 让他找一个徐丽高点的女朋友 人家女孩子优秀 对他是个刺激 没准他怕辣得人家后头 也能奋起直追 这样呢 他就还是以前那个 有上进心的学武 不是现在这样 懒懒散散 不思进去 不想着事业发展 光想着结婚的学武 阿姨 我知道我学历低 配不上马学武 从你们家一回来 我就跟他说了 我们俩不合适 可是他老到我们家来 又买菜又做饭 赶都赶不走 你还是好好做做 他的工作吧 叫他再别来找我了 他到你们家做饭 你们怎么能让他做饭呢 他哪儿会做饭 他哪儿做过饭呢 所以他把手都给切了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阿姨 我学率这么低 怎么欺负得了大学生呢 李宝丽 你是仗着学武喜欢你 你就是 阿姨 我还要上班呢 李宝丽 告诉你 我儿子迟早会有 想明白的一天 阿姨 你快点让他想明白吧 回去吧 这叫伦巴 你过来我教你 你要不是可恶我了 干嘛呀 不关了 我不 你不考大学了 你换句别的 那就回去上班去 这可是你说的 我早就不想考了 你干嘛呀 我惹你了吗 老拿我撒气 你给我关了 我不 你给我关了 我就不 走 走 走 李王丽 这是证监送我的录音机 你现在把他摔坏了 你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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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赔个一模一样的 我赔 我怎么赔你啊 你不赔是吧 行 我找马逊我陪我去 你别去啊 你干嘛呀 我不知道你去不找他 你护着他是吧 李王丽 你护着信马他 我告诉你 我也护着证监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撒手 这是我的录音机 我的录音机 森巴 你帮我拿着 李王丽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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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请进 你姐呢 乖姐妹来 来来来 快请坐 请坐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这是证监的录音机呗 看来我还真来一队地方了 不是 这 这 不是 我刚才总累了 口有点渴 来来来 我来 怎么样 你姐还生我气吗 早消了 你看 我就说你姐这人 心胸宽阔 我就喜欢这样的 你高兴什么呀 没你事了 什么没我事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录音机啊 错了 是正间的录音机 昨天晚上不小心摔坏了 我姐着急了一个晚上 突然想起来 这还有一台 才求我来的 你喝 怎么在这儿喝上了 来 喝点 我对我自己歪的网 大点 我 我喝这个 喝这个 喝得不少啊 失恋了 没有 没失恋这么傻喝 是不是让李宝黎给踹了 你可别瞎说啊 我没踹他 他也没踹我 那你这么喝酒 不是 家里不同意是吧 同意 我爸同意 我妈不同意 但我爸听我妈的 但是得少数服从多数吧 我同意 加上我同意 二比一 同意 我还是没听明白 到底同意不同意 不过这工作呀 你得好好做 要不然将来就算结了婚 你也得受这一把气 我不结婚 李宝黎不结婚 我就不结婚 可是再不结 她就跟别人结了 跟谁啊 这个结 你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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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跟她妹妹是好朋友 她们俩都喜欢证监 不喜欢我 证监也追李宝黎呢 是啊 工作都没了 下这么大本 放谁谁也不会说撒手就撒手啊 骑虎难下呀 来 喝点 不是 李宝黎 你干什么 李宝黎 你喝醉了 喝醉了 赶紧睡 睡醒了之后啊 好好解决你们家里的问题 好不好 李宝黎 我爱李宝黎 就算她不理我我也害她 你明白吗 我明白明白 赶紧睡觉你醉了 醉了 我要去找李宝黎 不是 学武 现在几点钟了 李宝黎都睡觉了都 是不睡觉的 不是 马学武 哩 醒醒 放起去 inta出品是医院 叫她起床 再出院了 Battle sour Yesterday 出院 不是 大夫 他不是还昏迷着呢 昏迷 谁说他昏迷 不就是喝多了吗 昨天晚上要不是看他醒不过来 包挨伤口就该让他走了 不是 大夫 你昨天晚上怎么不告诉我呀 我白手他一袖我 你也没问我呀 快点啊 赶紧走 那个 谢谢大夫 头还疼吗 不疼 也不晕吧 郭东 等会儿 郭东 郭东 你把那车置上 怎么了 是不是开始头晕了 我扶着点 我们是不是好朋友 郭东 你 是不是 你干什么呀你啊 是不是啊 真是 帮我拿一下啊 不是 你偷人杀不干吗 不是 我想啊 你去找他李保利 你就跟他说呀 我摔成脑震荡了 好 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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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啊 说惨一点 很严重 还有 胳膊也摔骨折了 要多严重 要多严重 你想让我骗人是吧 不是骗人 你这确实摔了嘛 那个 你不知道 我就想看看李宝丽 她到底还喜不喜欢我 我见不着她 我都要死了 郭斗 你站住 不行不行 就这一次机会了 郭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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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这心里边 我不会骗人 来来来 玻璃 那个 学武啊 昨天晚上喝多了 摔沟里了 要不 你去看看她 严重吗 还不算太严重 就是一直让着想见你 我求你了 你干什么你小时候 放了 去去去 走啊 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不是说你答应我了是吧 不是你答应我了是吧 不是我回咱们再说 不是不是不是 你啊现在就去找她 我现在就回去准备准备 不是不是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不是不是 现在 我回去找你回去准备啊 其实 没什么大事 就是昨晚送医院的时候吧 浑身上下血色不辣的 也不知道摔哪儿了 不知道腿摔没摔舌 手断没断 我去换身衣服吧 王丽 我等你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 王丽啊 进来吧 雪舞 雪舞 你来了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王丽 你怎么了呀 你撞墙上了 掉沟里了 胳膊骨折了吗 没断 好 你看你 干吗喝那么多酒啊 摔得乱七八糟的 没有脑震荡吧 没有 千万别把脑子给摔坏了 国董都跟我说了 看人呢 走了 你说你眼神也不太好 大晚上呢 干吗去找我 你快不爱我了 你不理我 我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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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不了你了 不 你别笑我 我都这样你还笑我呢 方明 没事 我好了 你来了我就好了 脑子真的没事吧 没事 看着你就好了 你变漂亮了 看得见我吗 你帮我把眼镜戴上 不可以 来 拉他 拉他 要不病急完就家住了 快走吧 好了好了 要不要带个锅给他煲汤啊 煲什么汤 他住在集体宿舍 哪儿煲汤去 再说 再说什么 有人给他煲汤 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 这会是雪舞喝多了 去找李宝丽摔伤的 李宝丽要是心疼咱们家雪舞 她不会不管 那我不去 你可以不去 我儿子摔成什么样了 我得去看看 谁 雪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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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妈来了 妈来了 儿子 这怎么搞的呀 你们怎么来了 听说你受伤了 我能不来吗 怎么不小心点呢 来来来 慢点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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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你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没人照顾你啊 没人照顾你啊 宝丽啊 回家做饭去了 这几天都是她在照顾 她照顾你多不方便啊 妈不走了 妈照顾你啊 妈 您还是回去吧 我头疼 疼厉害吗 那咱就回家吧 咱叫个救护车呀 回家养着 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怎么养病啊 你们长野真是 怎么就叫你出院了呢 那就算出院 也该住个招待所吧 这集体宿舍怎么养病啊 你说 你少说两句吧 学伙是不是怕吵啊 脑震荡得好好休息 得静养 别说了 有你爸说那么重吗 李宝丽一会儿就回来了 他来怎么了 他来我就得走吧 妈 我不是那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让您对人好一点 您知道吗 如果这些天 李宝丽要不天天都照顾我 我死的心都有 胡说什么呢 什么死呀活的 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啊 养两天就好了 对了 我怎么对他不好了 他跟你胡说什么了 那都没有 我瞎猜猜 他平白无辜不理我了 除非是您跟他说什么 没别的 我就跟他说 说什么了 行行行行 你病着我不跟你吵 咱回家吧儿子 咱回家呀 休息一个月 妈每天给你做好吃的 保证你 结结实实地回来上班 我不回 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我在这儿天天都能看见李宝丽 你倒是劝劝他呀 做得跟个没事人似的 孩子这儿病着 你让他消点火 他心情不好 能好得了吗 就是 你这儿你不懂啊 疼 你吓死我了至于吗你 那也疼 我是看你这松了 帮你包紧点 不 他消肿了自然就松了 对不对 一会儿我去医务室 那护士自然会帮我换的 这原来肿这么厉害呀 跟腿似的 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早知道你这么重 妈就是爬也得爬过来照顾你 那个 李宝丽一会儿来了 你们就回去吧 她来她的 我们来我们的 别想把我们撵走 你们也帮不上什么门 爸 带我妈走 我下午就回去 就请了一天假 你妈愿意带着让她待 对上 不是您待着您住哪儿啊 那儿啊 那不是还有一张床吗 那张床有人了 您怎么住啊 谁呀 李宝丽住这儿了 这 怎么可能呢 行了 我是看你脑子摔傻的没有 还行 脑子还好使 不好意思 臭小子 宝丽来了 宝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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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宝丽 快 你们来了 妈 你叫你呢 你看 宝丽 我走了 宝丽 你不能走 宝丽 你的胳膊 你的伤 你快躺下 妈 不能让她走 她走就是别人的媳妇了 本来你俩也不合适 你要不让我跟她好 我就不活了 马随谷 又出息点行不行啊 她扔别人媳妇了 好 来 拿钱 谢谢啊 好 再见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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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马学友都受伤了 你不去照顾她 来我这儿干吗呀 她妈她爸来了 用得着我照顾啊 她爸她妈就没看上你 我还没看上她呢 嘴硬闻 你心里还是有她的